接下来这首歌是1948年 被联合国确认为十大名歌之一 歌名叫做《康定情歌》 我们接下来这位歌手 还专门跑到康定去到当地采风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 最原始版本的康定情歌 他今天呢还带来了 几位兄弟跟他一起表演 掌声有请下一位敬演歌手 我一直觉得民族的一些东西 都是融在我的血液里 真的是可以张嘴就来 这首《康定情歌》也是在四川 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一首歌曲 所以说请来了三个民族的老师 有一个是我的哥哥 是一个藏族的 还有两位是来自于 遗族和枪族的 我们所有的乐队 有funky的最后 还有一些摇滚的元素 但是我们所有的唱 都是特别民间的 甚至是那种 原生态很土的一个东西 这样形成一个极致的冲突 其实维维维在我心中是一个摇滚歌手 他是有摇滚乐前置的 诶 说不过 我们所有的歌曲 我们都是踢馆歌手了 他们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游戏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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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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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